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1月第四周的制作内容啦 那我们在前面一支影片有提到一个特殊的新道具 叫做黑色星期五的商店装备选择箱 到底它怎么取得呢? 我们直接介绍答案吧 它是透过周末特别制作制作的啊 那本次周末制作首度推出这个视频选择箱 它分别使用80个袋子 可以制作一个中级的箱子 或者是使用430个袋子 可以制作一个高级的箱子 那它这个显示是写伺服器整合 每个账户限定一个 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有可能是那个保底兑换啊 你不用拼几率 只要那个袋子数量够就可以直接兑换了 那430个袋子大约是29,300赚 80个袋子大约是6,000赚左右的价值 那它能换到什么样的视频选择呢? 我们往下看 来在这里 我们先从80个开始看起吧 80个那个2023年黑色星期五 商店装备选金选装 选择箱 终极的可以自选下方任何一种饰品 分别是加6耳环选择箱 加5戒指选择箱 加7皮夹克选择箱 加7肩甲选择箱 以及加6印章选择箱 那如果你是使用430个袋子兑换的高级装备选择箱的话 可以自选 加7耳环选择箱 加6戒指选择箱 加8皮夹克选择箱 加8肩甲选择箱 以及加7印章选择箱 这个终极的我们就先不提了 我们主要是看高级 高级的价值大概是29,000赚 这时候你可以比较一下 什么情况下我们会需要冲视频呢? 或是取得视频 比较方便呢? 答案除了TJ之外就是 配合的每隔一段时间会推出的视频 大大大组合包 里面一直给120个75个这种海量视频的 去占那一波活动 去直接海量冲到你想要的那个部位 所以如果是要以这样去换算的话 这29,000赚就相对来说 是比较高价保底的东西 可是你又说回来了 以期望值来说的话 加6戒指的期望值是大于29,000赚的 加7印章的期望值 也是远超过29,000赚 甚至耳环也超过29,000赚 所以基本上来说 加7耳环加6戒指跟加7印章 你是真的有需要的话 可以用保底兑换来制作 因为你只要制作个这东西 另外一个你透过下次的视频组合包 去点出另外一个加7加6或者加7 就可以直接合成呈祝福的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现在有时候会搭配周末制作 有一个饰品防暴卷轴 它可以几率 或者是保证提升你的耳环戒指 或者是印章 你也可以搭配那一波活动去做那种提升的动作 就非必要这个啦 所以这支29,000赚跟8,000赚左右的这两个商品 就是等于是一个多的机会让大家参考 有别于以往的组合包 防暴卷轴强化以及TJ 让你们多一种选择方式 那以上的花费其实都不低啦 如果需要的话依照个人谨慎购买吧 我是丁丁 这支影片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